你打疫苗了吗 要打疫苗朋友真的要注意了 台湾目前疫苗数量不够 有消息说 第五轮的朋友很有可能 会打到高端疫苗 全球都在抢疫苗 但是疫苗厂商这时候却出状况了 美国疫苗大厂莫德纳证实 由于他们实验室内部的一个操作失误 以及现有库存量不足 全球疫苗交货将会延迟 两周到一个月的一个部分 指挥中心也说 确实因为疫苗大厂供货吃紧 目前台湾疫苗数量真的不够 第五轮疫苗 大家都说可能会换成国产疫苗 由高端来接棒 对此陈时中刚刚在记者会上也表示了 他说高端疫苗数量相对比较少 目前会等高端稳定供货 才会开始来接种 那到底第五轮要接种什么 他回答说 第五轮有多少疫苗就打多少 并没有正面的来回答记者的提问 那么另外呢 今天上午立陶湾捐赠给台湾的 两万剂AZ疫苗也到货了 那陈时中说 这一次一样会经过封间检验再配发 而这批疫苗的有效期限呢 目前是确定会到10月底 那会依照计划来配发 再来施打 好疫苗之乱 大家都想打疫苗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妻子陈佩奇 稍早呢 他在脸书po文 他说呢 指挥中心说 疫苗不足是因为基层疫苗打太快 陈佩奇说 你可以早一点说嘛 好对此呢 柯文哲呢 他又出来缓假了 他说陈佩奇 其实是因为每天处理残疾的事情都很生气 而且光是陈佩奇他帮儿女来预约疫苗也都供估 所以呢 陈佩奇才会每天上网来po文抱怨他遇到了困难 他都很生气要处理残疾的问题 因为他每次都去帮我儿子要预约你知道 结果他就很生气 他说每天到八点上去预约什么都预约不到 我说我不晓得 我们家电脑是有连线有问题吗 我不知道 所以他每次 所以我的儿子跟女儿好像都还没打 他就很生气 他每天回来都抱怨他处理残疾 所以他就很讨厌那个 他说他宁可都打那个白杖 那个早上的班 他不要再下午班去处理残疾 我们台北市在现阶段你知道大概很轻松 一天可以打五万剂 就只用发泊就 当然如果要超过五万的话 就要把小巨蛋跟那个 和平篮球馆还可以再开 还可以再打更高的 但是 不过是这样啦 没有疫苗你开什么都干什么 陈佩奇是这样啦 因为他是第一线的算是基层医师 你知道吗 所以他总是每天就遇到他的 执行上面的一些困难 所以 所以有时候就工作人就职场的抱怨 听一听就算了 可是我每天回家很累 听到抱怨就不想听 所以他就不高兴 不过至于说那个 環南市场这个是这样啦 出事了你知道 晚上一点被叫下说 那个PCR结构出来有41个 我跟你讲 整个晚上我们都没办法睡觉 本来就是出事 有问题本来就是要做 这也没有什么 所以 我们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 疫情最新 带你来关心今天 本土新增是11例的确诊病例 其中新北市6例是最多的 那么6例当中呢 有3人是新增的个案 另外3个人是居家隔离 因转阳 那么同时呢 新北市也公布了案15782的确诊足迹 包括了健身工厂新普店 以及健身工厂的土城店 提醒如果有足迹重叠的民众 真的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了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嘉义县 今天新增一例个案 让大家担心 是不是工厂群聚又扩大了 好 嘉义县长呢 汪章良今天特地澄清 他说这个新增个案呢 其实在昨天就已经掌握了 只是没有案号而已 那么今天立刻来补上案号 红色的部分 那就是城市中部长所讲的 还没有领取案号的员工 所以这是第6位员工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是原本昨天公布的5位 再加上这一位第6位 再加上老板跟老板娘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不是一个 其他地方在蹦出来的一个个案 那这个个案昨天其他会有描述 他在7月中旬以前 大概都居住在台北万华 那后来回台中以后再到嘉义 那水上来做工作 那到嘉义的时间是7月18号 在水上的工厂工作 那今天在水上的静西 分校还有嘉义长庚的旧大楼 还有眉山的大南国小 中途的山河活动中心 我们设置的4个地方 免惠的扩大筛检站 那早上一共塞了671个人 那快塞 那这里面有几个塞出来有阳性 那后来经过PCR的更精细的检测以后 全部是阴性 所以跟大家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